一位男童修梦见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 房屋空荡荡很大 很小的一个佛台 放在这个屋子的中央 童修看见他的老婆 也是童修 在拜佛 里面有七八个认识的童修也在 这个男童修梦里感觉这是观音堂 但是这个观音堂环境不好不亮 请师父解梦 不亮没关系 只要经常磕头 心灯拔 佛堂可以点亮 好了 好的 心诚则灵 不亮的话说明菩萨不常来 经常磕头 菩萨就来了 听得懂吗 感谢师父